大家好,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 这个季节的螃蟹特别的肥美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蒸螃蟹的小技巧 蒸螃蟹,直接上锅蒸就错了 家储教你一招 蒸出来的螃蟹,鲜香,美味 不掉腿,不硫磺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今天买了7个螃蟹 这全是中号的螃蟹,8块钱一个 大家说我买贵了,还是便宜 这些螃蟹买回来,让老公帮忙 全部都处理干净,别亏忙起来了 因为螃蟹的战斗力比较大 我有点害怕它夹熟 大家看一下这个螃蟹,全部都是剥的 还在唱唱歌,吐着泡泡 大小一样均匀 非常的漂亮 先放入盘中 另起锅,倒入一条糖浆水 切好的姜片放进来,去腥增香 再倒一勺料酒 料酒可以去除螃蟹的土腥味 上面放一个鼻子 开大火,把锅中的水烧开 地子上面放入几片切好的姜 再撒入少许的葱花 蒸螃蟹最好是用开水上锅蒸 这样一来,可以让蟹黄快速凝固 不硫瘤 二是可以缩短蒸螃蟹的时间 保持住螃蟹肉质鲜嫩的程度 放进来之后,先盖上盖子 大火蒸80秒 蒸了80秒,打开盖子 给螃蟹一个一个的翻个面 这一步的目的是,以免蟹黄外流 再往骨子上面放入一片姜 再一次盖上盖子,蒸8分钟 这个蒸螃蟹的时间,没有供递等时间 如果你买的是大号的螃蟹,就多蒸一会儿 利用蒸螃蟹的时间,咱们来挑个好吃的蘸料 鲜姜把它切碎,因为螃蟹是属于寒性的 所以离不开生姜 放入一个漂亮的小碟子中 再往里面倒入这个美味的馅料 一次也不要倒入太多哟 哇,味道好香啊 像这样就可以了,一道非常好吃的蘸料就做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的螃蟹蒸好了,打开看一下 哇,满厨房飘着一股螃蟹的鲜香味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漂亮吗 金黄诱人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等不烫熟的时候,咱们给它接绑一个 不溜黄,不掉腿 螃蟹的形状,特别的完美 出锅装盘,搭上桌一家人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一个一个的摆入黑色的盘中 中间放入我们调好的蟹汁 咱们拿一个,掰开看一下里面 哇,已经看到里面的蟹黄满满 再把蟹壳给它掰开 特别的漂亮 我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把里面的蟹味 蟹筛 还有蟹心 蟹嘴 因为这些部位都不可以吃 吃了一点也不美味 我们吃之前,一定要把它复理干净 再把它掰开 我已经忍不住了 口水之流 现在替大家尝一下 哇 吃过头齿流香 肉质鲜嫩 再来蘸一蘸这个蟹汁吃 那味道太棒了 我们要是吃螃蟹腿的时候 先用剪刀 把两头剪掉 再用螃蟹的小腿 像这样,往里面一通 这肥美的鲜肉流出来了 加上料汁 一口一个 非常的解铲与过瘾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蒸螃蟹的小介绍就到这里 我每天为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收藏转发关注一下吧 以免下一次找不到哟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